原来陈晓看不上赵丽颖,竟然是家庭背景雄厚,她有什么背景呢? 引言,众所周知,赵丽颖在和冯绍峰结婚,离婚前曾和陈晓有一段感情经历。 而陈晓也和陈延熙两个人修成证过,结婚生子。 娱乐圈的更新换代速度是非常快的,曾几何时, 陈晓也是未当红偶像。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却似乎再也没有听到过她的消息, 她也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中。 许多网友都纷纷猜测,陈晓是回家继承家业了。 1.陈晓和赵丽颖 陈晓这个名字走入大众的视野, 似乎是在2014年她与赵丽颖合作的陆真传奇电视剧中, 当时这部电视剧收视率非常高。 娱乐同时断收视第一名, 而陈晓和赵丽颖因此成功走红。 如今的赵丽颖已经成为了娱乐圈中的一线小花。 随便一点小事情都能让她成功地积身热搜, 而陈晓却早已没有了踪影。 两人在之前的谈恋爱中, 也是因为阴系生情, 陈晓从小就有社交恐惧症。 遇到熟人时如果对方不主动跟他打招呼, 他就会下意识地避开对方。 2.关于陈晓 陈晓1987年出生于安徽和肥, 在10岁的时候就被导演选中出演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电视剧, 父母从小培养他绘画书法。 他擅长跳远, 跳高获得过国家二级运动员的称号。 在高考的时候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被三所艺术院校同时录取。 很多人都会以为, 陈晓出生于文艺世家其实并非如此。 陈晓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典型的公务员之家。 他的爷爷以前是中医学校的校长, 父亲是安徽卫生厅的厅长。 母亲和姑姑都是大学老师, 家里上上下下都是公务员。 三,现实中的豪门。 陈晓的舅舅还在中科大教数学, 他全家上下每个人的职位都非常高。 所以家里人都不希望他当明星, 虽然明星挣钱比医生老师这些职务还多。 但是在比较传统的学究派, 看来还是当个医生或者教师比较稳妥。 二,教科书级别的港风穿搭, 竟然在一个日本博主身上找到了, 品味真好。 要说复古和岗位, 我们都习惯去向上市寂寞的流行女星寻找答案, 向王祖贤,朱音, 林庆霞等美人的穿搭都被废西过多次了, 或行衬衫和牛仔裤。 大波浪卷更是成了我们最熟悉的穿搭模板之一。 不过, 复古的港风穿搭之所以能让我们魂牵梦莹。 其实靠的并不是其高超的穿搭技巧, 而是它的精神。 那些被我们津津乐道的名人模板们, 其实也并非完美无瑕。 甚至有的美人的颜值也没有高到足以让人惊艳的地步, 但我们就是觉得它们特别好看, 有味道。 这其实是港风背后的审美情绪决定的。 那时对于何为美? 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对于风情的塑造更重于颜值。 让每个人都能发挥出自己的魅力, 这也是我们对于港风的向往。 本期要和大家分享的时尚达人叫大口之美慧, 他就是个非常具有个人魅力的日本博主, 在穿衣上更是以复古岗位出名。 在他身上, 当代的时尚和复古的风情得以并存。 正是港式审美情绪的绝佳范粒, 接下来就一起看看他有哪些穿衣心得吧。 衣穿无袖衫要注意搭配。 无袖衫其实是复古单品中不那么好穿的, 如果再搭配时太过随意。 可能会让自己看齐来像个不修蝙蝠的六弯大爷。 但对于夏季的高温天气来说, 这种清凉单品又让人难以舍弃。 因此在穿搭时我们要着重塑造整体的精巧和贵气。 鲜艳的彩色自带时毛感, 既能用于无袖衫, 也能用于配饰。 卦博设计的橙色无袖衫负责增强性感和自信气场, 整体洒爽俐落。 选择包包的款式时也不必低调, 用亮红色正好。 只要在裤装上时用稳重的黑色就能中和掉彩色的过躁感。 不过对于胸部丰满的女生来说, 包裹式的领口就不那么合适了, 建议选择于行领或者微行领。 亮彩色对肤色和搭配力都比较挑剔, 并不是那么好模仿。 所谓个性,即是变化, 对于无袖衫来说, 由纯色变为条纹。 由普通领变为交叉领, 就是一种个性的强化。 如果是悠闲随性的场合, 选择夸张一些的视频也无妨。 大圆圈耳涵, 宽颜帽和宽手褐都可以试加分享。 只要胳膊不是特别粗的女生, 穿无袖衫其实都很显瘦。 对于手臂有点肉的女生来说, 如果害怕陆夫太多不美观的话, 选择无袖衫时可以加入这两个元素, 一是小飞袖, 二是领口处的荷叶边。 两者都能对手臂上的肉肉起到一定的遮掩作用, 悄然显瘦。 而且对于窄尖女生来说还能顺便拉宽肩膀, 优化比例。 二乔用外套塑造氛围感。 岗位穿搭中, 外套的出现频率也相当之高, 其中比较常见的是宽松的牛仔外套或者是大扩型的西装外套。 但大口至美会却另必吸井, 用小亮感的外套也塑造出了潇洒的气息。 在复古风格中穿出新衣的技巧也不难, 首先在选择外套时注意挑选修身不紧身的款式即可, 和身的衣服天然地就能塑造出高级的氛围。 其次,外套的垂坠感也是塑造潇洒气场的关键之一。 如果是简单式被新加长裤的搭配, 在街上装件的不在少数。 而加了一件外套之后, 不仅能通过跌穿来营造穿衣层次, 打造总向列罗线条, 也会降低穿衣雷同的可能性。 如果希望通过穿衣来营造温柔浪漫的氛围, 选择外套时则应优先挑选面料柔软的材质, 出折,蕾丝边。 光花元素的加入也对提升精致感大有弊异, 不过还要提醒一点。 不管想营造哪一种氛围, 外套都不要口气来, 作为开山穿会更时髦。 3. 连衣裙要体现设计感 连衣裙虽然穿起来方便, 但和上下装分开的搭配相比, 未免少了些变化的可能性。 想将连衣裙穿出不一样的味道, 在挑选时就要注意体现其设计感。 大口质美惠的这一身黑色泡泡袖连衣裙, 虽然看齐来简阅。 其实胸口处的抽折设计和丝带都是细节, 同时编织蓝和丝巾也在围连衣裙增加风味。 最常见的碎花裙, 在版型和花色上已经难以突破, 不妨在陆夫上再做脸改变, 身材足够好。 可以尝试选择路侧腰的款式, 如果下半身线条不够优美。 大腿根粗, 不妨用正面开叉的裙摆来掩盖不足。 而小腿粗的人则更建议选择侧边微开叉的设计, 帮助在视觉上扬长臂短。 吊带裙的变化更加有限, 如果想突出复古感, 注意裙摆上的细着设计。 配合稍微艳丽的颜色, 就会看起来韵味十足。 需要注意的是, 此时的妆容也不能平淡, 否则人的气场就被衣服压下去了。 如果是当代派审美, 在颜色上则建议兴雅一些。 不过也能通过使用个性化的材质 以及路夫设计来体现悬款的巧思。 好了, 本期关于日本博主大口制美惠的穿衣技巧分享就到这里啦。 你觉得它的衣品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看法。 我们先聊到这里, 下一期再见我感谢浏览。 此外, 陈小家庭里的成员也都是那种有固定工作固定收入的, 不是做公司和经济类的。 更没有家族企业, 所以不存在说是很大的豪门。 陈小的人品不错, 家事也好, 科班出身, 有演技。 但是感觉陈小的性格并不是合在娱乐圈里面各种炒作组C、P之类的。 如今那两个人早已各有创就。 拥有自己的感情生活, 过去中将被时间化为句号。 不管怎么样子希望两个人在未来各自绽放属于自己的魅力。 二你以为鱼书心只是尝得甜吗? 不, 它的味道也是甜的。